来要请教老师 昨天在联准会最新释出来的鸽派讯息 使得说在美股上涨也带动今天台股出现反弹 那么当然要请教老师 大家就比较担心的是说 在台股这一波的下跌其实蛮快的 但是每次都是这样子涨一天给人家信心 然后隔天又跌回去了 所以现阶段到底这个反弹的趋势确定了没 这个讯号有没有出现了 那么再来要请教老师 因为昨天在这个超微的这个释出来的讯息相当好 所以今天包括超微概念股其实表现都很不错 尤其就是在老AI股这边 可以看到不管像是在3231的这个伪创或是围影 甚至在广达这里 都是之前已经跌得很深 这里出现反弹 第一个要请教老师 如果手中持有的投资朋友们 现在如果好不容易解套了 这里可以先做卖租还是要持股续造 那空手的朋友们现在适合做进场吗 还有就是在这个伪创 不好意思在广达 股东人数是创新高 现在是来到了19.5万人创下历史新高记录 其实我们看到说他从高点回挡一路以来 这个股东人数是不减反真的 大家可能就是有这种想象说越跌越买 老师用什么来看呢 OK好 我们几个角度 我们先从大的 大的格局 我们从大盘的角度 其实大盘我们应该是上个礼拜吧 我们就跟大家定调嘛 我们是说指数的下源 我认为在21750到21500附近 21500是大摩 我自己看是21750 然后这一波跌到多少 大概21883 跟我预估大概差了大概80点左右 我觉得还算在误差范围 那个上元我认为大概在24000 所以整个Q3我们一直定调说 Q3是震荡的格局 可能会一个比较大型的震荡 然后区间可能说在21750到2400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阶中间 过去几天 其实我的感受是市场上的人 市场上就是我们的投资人 其实还是比较偏向是负面的思考 负面的想法 但是我们一直给大家信心 我就说其实 就我们讲的这个区间的话 过去几天其实是在区间的 相对下源的位置 所以我建议大家先不用过度的担心 过度担心 这个地方刚好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应该是 那个期货好像就已经涨了150点左右 然后晚上开盘 为什么下午在涨呢 这个地方跟美国的那个禁令 就说什么爱斯摩尔 东京 日本 就荷兰 日本 就是爱斯摩尔跟东京 威力科创 说还是可以出中国 所以下午的时间 爱斯摩尔的表现 应该说下午的时间 日股里面 东京 威力科创 因为东京电子 他们的那个表现 股价表现就不错 然后晚上的话 盘前 其实爱斯摩尔表现也不错 然后再加上什么 AMD整个他的那个 那个财报公布看起来也是不错 不过很有趣的事情 昨天是谁啊 NVIDIA 我们看一下 AMD涨多少 AMD昨天涨了4%多 然后NVIDIA 昨天是涨了12%多 12.88 12.81 所以这个地方 早上其实我听一些那个 分析 然后就讲说 等等的理由 说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这个地方 我的理解 会给大家一个 想法是什么 其实AMD 它出来的状况是说 它的那个 MI300 的业绩还不错 MI300业绩还不错 但是我早上 也特别写一个文章 就特别跟大家讲 我说其实AMD的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MI300 其实相对应那个 那个 灰达的产品 大概是H100 也就是去年的H100的晶片 所以这个地方 今年在上一季 灰达法说会的时候 我说灰达 我认为最好的讯息是什么 其实我认为是说 GP200今年的量产 所以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呼应我们一路的看法 所以简单讲 这回头过来 大家有这个相对应的比较 因为 灰达大概是什么 MI350 是明年的产品 是对应GP200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看 如果MI300 对应H100的这个产品 都卖得不错的话 那GP200出来 那不就卖翻了吗 照理讲是这样 因为你对应的商品别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地方反而为什么 灰达会长得更凶 我觉得这个从AMD这里就可以 那个叫什么 春江水暖压先知 或者说文玄哥之雅易 概念是这样 就我先看到 这个产品都卖得好了 那我高阶的一定会更好 所以概念上大概是这样 所以简单讲 这个地方 大家都说什么 在AI的那个 韬巾槽下面 灰达 灰达跟超微 都是卖铲子的 那我跟大家讲 那我们台积电就是卖铁的 你铲子都不用铁做吗 所以不管是AMD好还是挥达好 最终台积电都是好 因为AMD过去 当然聊到这一个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过去我们在跟外资的分析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们都会聊到说 其实AMD为什么近几年 真的就是突飞猛进 那苏妈妈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我们认为 她做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重压台积电 因为以前AMD 其实自己是有 那个晶圆厂的 自己是有在做晶片的 就是Global Foundry 后来卖铁出来了 所以后来就直接 我就是直接跟台积电合作了 我不要自己再想了 反正台积电 我们去开发晶片 台积电来生产 就这样最单纯 所以在这几年的时间 我们发觉2019年 整个决定重压台积电之后 它开始跟那个 Intel 开始有一些拉开 这个是整个产业的故事 因为早期大家都知道 Intel是王者 AMD就是旁边的小老弟 所以那时候故事很好笑 AMD的员工都会偷偷去问Intel的员工 你们什么时候晶片要升级 我们要跟着升级 那时候状况就是这样 但是你说现在的状况 AMD当然甩开了Intel 这没有问题 但是前面还有一个回答 所以AMD这个有点洞见观瞻 AMD这个财报 那就代表8月28号 回答的财报应该会不错 那这边会不会也是短期的见低点 我们就回过头来从大盘的角度 大盘从7月11号下跌嘛 过去 7月11号是见最高点 然后过了几天之后是川普的那个保护费的言论 整个一杀杀2000多点 但是你想 那时候这中间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认为美国总统当然是全球 那个叫什么 势力最大的 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个人 然后当然是这样 没有问题 但是你都还没当选 你都还没当选 你就市场就搞烂了 怎么可能 这个地方当然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市场只是在找一个理由下跌 其实就是如此 那Q3震荡格局 这个地方下来之后 其实我觉得适时的可以做一个承接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也给大家什么 2330台积电 那时候千元跌下来 也是7月11号的同学问我说 台积电可不可以 我职业去买台积电 我说阿辉你受得了吗 就回头一看7月11号 1080就是近期的最高点 果然散户的直觉 真的是不容小觑 就是一起新动念的时候 最高点就来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 这跌下来我跟大家说什么 我说其实跌到950 我认为就可以开始买 真的再跌到900 就再继续买 真的再跌到850 再买 用金字塔型的买法 但是这一波 也可以算是不幸 只到950 对不对 最低当然915 也没到900 所以你大概只能买到950 这一笔 所以这边如果上来的话 其实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未来几天又占回到千元 其实也可以适时的做一个调节 所以这个地方 回到我们整个Q3的操作策略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叫做什么 也不能说最重要一点 里面很多重点 但是其中一个点 我认为现在的操作策略 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因为现在的盘 在Q3的格局里面 你说会有一路 一路狂涨吗 像我们以前的什么 623啊 旺西这种 一路狂飙 这种状况 或者是说像什么 24 267的自胜 之前也是 忽然就急拉 对不对 我觉得这种状况 可能不见得会这么多 但是在中间 可能有很多的交易机会 可以让你做一些低买高卖的动作 也许你可以赚个5% 10% 然后卖掉条件 然后有机会下来 就再接 再做 多做个几趟 累积个两三趟 其实中间也会累积获利出来 这个地方会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 然后刚刚包含事情在提到的 说老AI的部分 可不可以 是不是见低点 干嘛干嘛的 其实这个地方 我觉得一个问题 从高点一路下来 股东人数是持续变多的话 那我们就要注意 融资维持率的状况 现在昨天融资维持率是 大概152.84 然后伪创大概是143.7 然后技嘉是141.48 然后人保 人保是145.85 营业杂是142.5 所以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 第一个 这个我们讲广达 等等的这些 其实基本上 外资都是持续站在卖房 持续站在卖房 那会不会在这边附近见到低点 我觉得我先不预设立场 因为毕竟 散户的筹码持续涌入 反正筹码持续的退出 你说在筹码面其实并不是太过的正向 那也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下来的过程 然后一直进 那如果我是法人 我是主力 我也不会拉给你解套 对不对 前面有一个平台 大概310附近的位置 难道我要拉到310 先让你解套 你全部照给我 我再往上拉吗 我觉得太累了 原则上应该会在低档的时候 把这些符合去清洗 我觉得概念上是这样 那这个地方我们举个例子 譬如说像那个3443的创意 创意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 其实哪一天 在那个7月29号 7月29号那一天 其实就跳空往下开了 结果那一天 荣卷是多少 荣卷是反而 进来了 293张 这个是荣卷进来放空 你已经跳空开低了 那中间的震荡可能多少 高低点1220 低点是1205 中间财量15块的价差 1200的股票 15块的价差 那1%多而已 对不对 那就代表 跌了 就是1%多的空间 我还要进场踹你一脚 我要进场放空 而且是放空的 两三百张 所以这种状况 290几张 300张左右 对不对 所以这种状况是什么 他们很有决心 就是我要空下去 明天还要再跌 结果隔天是不是送你一个人跌停 7月30号 但是你看7月30号怎么样 马上荣卷回补 310亿张 这个意思是什么 一个晚上的时间 3000万路贷 收工 收工 结果 就昨天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哪一天 前天 前天 7月30号的时候 荣之又大福的进场 荣之又大福的进场 然后进场之后 昨天拉上来 融资又退场了 所以这个地方很有趣 就是你会发觉 哇 这个真的是聪明钱 而且你用融资券 用了什么 得心应手 对不对 真的 空下来 送你一根跌停板 然后买上去 又送你5% 所以一来一回 因为他的融资 还多少 融资的差额 第一档的时候 又买了499 然后上来 昨天又补了 昨天又补了 370多张 所以你看 真的就是一来一回 可能就4500万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间点 我们会发觉 第一个 我们要分辨的事情是什么 是聪明的融资 还是撒融资进来 就是是散户进来 还是主力进来 这个是重要的地方 那你说从 广达等等的状况 其实是不是撒融资 我觉得有可能 几率相对比较高一点 因为一路下来 这些融资的微持率 都是 几乎是赔钱 既然是赔钱 我们就是以 这叫什么 这叫成败令英雄 那既然 真的就是一路赔钱 但是你看光达 过去两天 其实第一档 是融资增加的 这倒是可以提醒大家 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时间点 因为 有很多的散户 就是傻瓜散户进来 然后在第一档 有聪明的散户 聪明的散户进场 那这里反弹 如果这个聪明的融资 就是获利了结 那我觉得再往下再测的几率 就是有的 如果上来之后 还是没有大幅的出场 那我觉得可能就 还有机会再往上攻 这个地方也是 近期在注意的时候 可以注意到一个点 然后再来 近期我觉得 大家也比较关注的 譬如说像封测的族群 其实月光之前的 把说会期开出来的状况 其实是不错的 客观讲真的是不错的 但是你看一路跌 那天忽然就直接跳空 开一个跌停给你 但是后面几天 我们会发觉怎么样 其实真的就没有收复 那个跌停的价位 这个地方值得注意 值得注意 因为以走势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属于一个 疲弱的走势 甚至在这个过程中间 外置人能还是 持续的站在卖方 这个就要注意 所以早上也有同学在问我 说6239的历程 今天除全息 今天又再继续跌 跌2.56% 但是你回头看它筹码的话 你会发觉怎么样 外资真的也是一直在到 所以这个状况 很多人就会提到 就会讲到 散户的一个大的问题 散户很常发现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它不是基本面很好吗 它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吗 又要扩产吗 而扩二十产能不是 哇又那个 那个供需缺口又还在吗 那为什么会这么弱 所以是不是一定会起来 我觉得 大家常常会把基本面当成一个 让自己套牢 然后又 认真抱住的借口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在操作上面 钱才是真的 股价才是真的 你不管中间基本面有多少多少的理由 那我会觉得 有时候只是安慰自己 或者是说听听就好 我觉得概念上是这样 但是OK 这地方再回过头来 我们这样讲很多人就是说 那你是不是不看好封测 其实没有 我认为封测确实还是有机会 我确实还是有机会 但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奥单等到它上来 我是说真的跌下去之后 什么时候开始可以指纹 那我们再找寻进场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才是这个 这个主要的操作的思考 然后这个过程中间 当然还有很多股票 包含像什么 2301的光宝科 今天非常强 来到掌听板的位置 但是这中间 我们可以发觉 其实很多相关的AI的个股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表现 但是你要执着的 就不是老AI了 大概要往新的角度 去做一些思考 这个地方大概是 今天给大家的操作建议